沙雕之路的尽头还有鲁漫 很显然是有的 不然我这视频时长该怎么凑啊 旁边售票处的NPC告诉我们 游戏要结束了 还剩最后三个岛 是否要在这里看一下废弃的剧情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稍微来看一看 在茫茫海边 一位少年和一位少女 终于走到了旅途的尽头 哦丁德成 沙雕之路 走到头了 可是 我 可是我怎么 哦丁德成 我怎么 少女到底怎么了呢 我就是个旁白 我也不清楚 茫茫她缓缓 倒下 少女身旁的猪大声叫道 少年回过头去 却因为近视 什么都没看清 少年正是回想起少女 一路跟着她 心里不怕 少年懂了 她悟了 原来 是被自己 选 什么破玩意儿浪费我五块钱 这剧情怪不得废弃了 虽然《沙雕之路》尽头石碑后面还有一条路 但是我们可以先来旁边的沙滩看一眼 这边有一个巨大的光球包围着 然而进不去里面的空间 在岸边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马桶出立在海面上 虽然很好奇 但是想游泳过去看看是不可能的 从石碑后面的路往上走的话 这里有一片森林 人称Bug之林 但不得不说这样子看上去还挺好看的 右前方有一座发光的桥 桥上全部都是高能粒子 所以不能通过 上去的话就会拉锡 但我尝试了一下 实际上只会让你传送回原地而已 走到Bug之林的尽头是旅行者驿站 看上去这座墙出Bug了 连贴图都没有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其中 这里就是旅行者总驿站 这种戴绿帽的猫咪就是驿站工作人员 闭嘴 检测题们 再填个健康码 太多 我太多男们了 我以为挣八百 你还想往怎么喝去 嗯 别给刷健康码 能告诉我们哪卖海拙了吗 我就不告诉你 问站长去呗 但站长最近在想怎么对付化管病毒 有点忙 哎 你们 上后花园学吗学吗去呗 话说这些工作人员长得全部都是一个样子啊 我们甚至可以把他们推走 想要寻找海拙 前台工作人员让我们去后花园找站长 如果没猜错的话 后花园就藏在墙壁的后面 旅行者依然的站长在这里思考人生 他的名字叫做 庚木猫八地卡卡东 一看就是个老二次元了 站长你好 五小卫想让我们海拙的 还没和站长说上话 他就直接被吹下了悬崖 还得拿鱼杆把站长给吊回来 话说这站长好像跟猫巾长得是一模一样的呀 您知道奶妈海拙吗 等一会儿你们救了我 我要给你们保仇 给你钱怎么样 算了吧 给再多钱活的还是让人坑美的 不要报仇了 呀 那个玩家昨晚人物 会不要NPC给的人物保仇呀 你们不要保仇 游戏就卡死在这儿了 会厌罚 我想把个打 不好了 出大事了 一个花冠病毒打上来了 哇哦 之前来袭击我们的花冠病毒 此刻又出现了 还好站长使出了万劫 击退了花冠病毒 不击退了 站长 关键也只需要一年的时间 恢复身体啊 糟糕 忘了 要是bug在哪个怎么办呢 站长 别这 别催我 国地人物保抄 还没送给玩家了 呀 你们需要赶什么圈 买害者 害者 这世界根本没有害者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的游戏名叫 杀雕之路 不叫害者神优惠 我去还真是怪不得 我可以去改游戏名 这样你们就能找到 害者了 这个包抄你接受吗 我去这也能办到 我可是傻掉大陆 最熟眼通天的片 只不过 改名字需要外出一个月 而一站不能没有站长 懂了 我们替你看家 你快去吧 单站长借口外出一个月 修改游市名 于是丁德成成了代理站长 接下来我们可以找 前代工作人员了解一下 花冠病毒 瞧您说的 这个季度的工作 是剿灭花冠病毒 花冠病毒 玄冥怪美丽 它把游戏场景 都感染得精致漂亮了 可我们 是沙雕游戏 要那么精致漂亮的画面 干什么 这家伙就像从那些又好玩又好看的游戏里跑出来似的 当我们这敷衍世界里乱窜 入侵物者 恶性bug 必须消灭 具体的工作部署 您可以去问超级玛丽科的负责人 问完钱财 又让我们去超级玛丽科 这画风真的是绿色安警告了 会贴罢票吗 我的小顾长有够狂的 说谁呢 你说谁呢 好高五元眼高手的 说的就是你们这些刚工作的战场 所以你在这养公公干啥呀 人吃了蘑菇 就可以扁大喷子火球 钻水泥果 咱就能打败花冠病毒了 这是游戏界的常识吧 你们不会不知道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你看你们一说话 我不在洗澡水都凉了 帮我去开水房 给我看看怎么回事 找任意门门来 超级玛丽科 又让我们去开水房看看热水 这开水房这么高级的吗 根本就是在用岩浆加热呀 来啦 做水壶 最近沉迷抽卡 不好好上班 睡全亮啦 你们可去全全他吧 烧水壶 整天沉迷抽卡不上班 为啥沉迷抽卡 你想不开吗 玩会儿 二十多块钱啊 国产山的游戏它不销吗 没有卡肯定要抽啊 不抽没有卡用 不会打工啊 有所有角的 打工这方面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 只要抽卡为其生活这样子 表妹帮我抽下卡呗 还要跟你讲哦 游戏听的感觉 比家里面好多啦 里面个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 好家伙 抽卡店的精神领袖这是 这里的岩浆你以为是烧水的 实际上 岩浆有很多功效 把支线任务感叹号涮一涮 就成了主线任务感叹号了 那如何拯救沉迷抽卡的热水壶呢 只要我们帮他抽到一张SSR就可以了 如果没钱了 就到旁边的老虎鸡来踹机器 在这个游戏里抽卡不费劲 SSR绝对是真实概率 把卡带回去交给热水壶 我们抽到了 你们怎么这么简单就抽到了呢 凭什么我不行 就因为我是非洲出口的水壶 热水壶居然气炸了 这是什么度量 现在享受开水 只能带点岩浆回去了 好像带岩浆回来加热这件事 有点行不通 再去问问核心科技科 您别生气 隔壁部门懂什么 咱们部门 全是上过小学的高学龄员工 跟隔壁那帮大老粗可不一样 哎 还是和有文化的某好说话 站长 咱个人问简单 一会儿 您去把那花的大本营给打下来 还我们一个丑陋的世界 我们计算过 烦人的是他的投币线领域 如果不击破这番护照 就没法揍着花 不是 你先等会儿 打大本营就我吧几个 其实 我也想帮您打 可是我身上没有战斗系统啊 您别担心 您去趟保护仓库 找任意门门位 我一会儿把一战之宝送您 一战之宝是什么鬼 去保护仓库 喵 啊喵 你等一下喵 好家伙直接就开始给我们神装了 就是咱振战之宝 不是三样吗 哼 我上过小学的 这还能数错 这个 飞子 放敌人脑袋上 敌人就容易死 环保像素剑 耐久度超高 7号玻璃珠 可以召唤神龙 站长 你们打算带哪个 我为什么不全都要呢 一番激烈的战斗过后 三大宝物都不起作用 怎么 难道我们的宝物是盗版的吗 看来女主发现真相了 镇长 不过根据核心科技科的同事介绍 现在有同事研发了新型武器 专门攻打花冠病毒的头皮屑领域 啊对了 刚刚我这收到了一份最新的敌人 侦查资料 知敌知笔很重要 走 咱去投影呢看一下 看一下花冠病毒的资料再来等下 嘿我叫怪美丽 嘿你别不服气 我就看不起你们这杀雕游戏 剧情瞎胡闹就知道放臭屁 你们南登大雅之堂神冒玩意 你来打我啊 你来揍我啊 听说这个游戏很休闲 你敢玩暴力 嘿沙雕游戏真的不美 人物连脸都没有 什么玩意 我们画面好 我们妹子美 我们游戏有人爱 挣钱如流水 你们画面崩 你们配音尬 你们游戏真的差还不会优化 这赤裸裸的挑衅啊 那么现在我们要先去找到武器才行 也就是这个坐在悬崖边上的猫 OK我拿到武器了 好的我明白了 这什么字是 匍匐前进的吗 我们可以在这个悬崖看到沙滩上巨大的头皮系列领域 在这里开枪就可以打爆一切了 但是手里明明啥都没有啊 镇长一个人能看见什么 完全取决于他用什么样的眼睛看世界哦 哦原来主角自己的眼中他是如此之帅气 防护壁打穿之后 可以进入头皮系列领域直接干掉花冠病毒 这家伙血还挺厚的 好了终于打完了 但是事情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糟了是敌人的蛮水 您不要怕 我操这什么玩意儿 我来保护你 你是哪个呀 我就是你脚气的尸体 组角的脚气都有实体化了 拼卡把冰薰跑了 一边呆着去什么玩意儿 顶着场虽然最后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 但终于玩活 走 去跟站长报告去 一会儿报告的时候 天有加醋会不会 真有两下子 像千里守约一样 打败了花冠病毒 来到荷花园寻找站长 我们负责调查亲国的员工 调查谷 这个世界没有骇者了 这点我可没有骗你们哦 忙活了好半天 居然告诉我们没有骇者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去下一个岛了 但是去下一个岛必须要经过高能粒子桥 没有防护服的话就会拉锡 好想辞了工作 去做游戏主人公啊 每天给人讲解怎么过桥 太单调了 高能粒子桥都是高能粒子 没有防护罩 走上去就会窜息拉肚子 想过桥 你们顺这条路 找六神花的露水 六神花的露水 长在Glodurinto上 你一路可以看在 Alicequa and Divacha 路径 现在我们还要去找六神花露水 花露水为什么会长在这片乌云上面 那我派海德去去吧 我擦机型种 六神花的露水是哪来的 这防护罩要怎么做 哦 花露水跟那个没关系 我是嫌蚊子太多 花露水给我 送你个防护罩 看来NPC坑爹是这个游戏的传统 有了防护罩可以轻松通过高能粒子桥 来到对面的这个岛上 这里的名字叫做折龙刀 为什么听这个名字 就有一种不祥的乐感 要是在这里有埋伏该怎么办 哈哈 顶得成 我真是被这个游戏的反派感动惋惜 哎 这游戏有反派吗 哎 算了 哪都是细节 你看前面路堵住了 这的地形又这么狭窄 如果有敌人 在这儿是想埋伏 咱们不还得 好吧 果然就中了埋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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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好吧 麻烦哒 继续说了老实点啊 你们啥子嘛 来这做啥子 我就是游戏主角啊 顶得成 我看你掌上哦 发挥狂吐哦 顶得成是啥子 不要动顶戏球的 还真是啥子玩意哦 半天一听不懂你到底是在跟我说你说 急了过了什么啥子玩意哦 最后一个问题哈 不管你回答啥子 我都要枪毙你 啊 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无论如何我都要被枪毙嘛 果然是你 该吸进我们 别了 按右键下跪求饶 怎么跪到仙人岛里面去了 刚上新的岛就被关了起来 不过按B键可以使用新的步法 冰骑步 这样出门门卫就不会发现我们了 这究竟是门卫的问题 还是我步伐的问题 三角基地的中间摆放了一门大炮 难道是可以把我发射出去 我是这位老大 你们是在狱吧 听说这小子见人就还瞎过来 丢人呢 他们说枪毙 我不同意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坏 我认识一个朋友说 最近鼓腔挺赚钱的 正好我们组织最近挺缺钱的 你们俩 给我去当偶像 如果不去 就罚你们做卡通餐一段次 我们要去买海质 还有八周后的声音 护水经济王骂你们 别这样 我们真的只是买海质的 一 二 当偶像 我们当偶像 好了 你们马上去旋转多地炮村 那村子正在举办 沙雕营2098的综艺节目 去参加选秀 原来第三章还要成为偶像练习生的 怪不得受到了律师函警告 那么想要成为偶像练习生的话 还要到沙雕底下去坐船 来到这个旋转坐地炮导演 你也成为成为偶像了吗 成为偶像的路很远 一路上没有任何传送点 怎么 没见过偶像扣屁事吗 快得上舰 我们已经进入过场动画海域了 你们知道 在好多游戏里 过场动画是可以跳过的 结果 我们游戏作者不会做这功能 所以玩家现在必须听我说话 开心 好 注意听 我要直线bc的本分 给你们讲剧情啦 我们组织呢 一直在和这游戏的bug战斗 又一次 一个小队在华北平原搜索bug时 进了一个奇怪的边境大楼 结果 他们被困在那大楼里 全失去了意识 我们也救不出他们 炮姐的两个亲人 也被困在那楼顶上失去意识了 炮姐从那以后 就天天看综艺麻痹自己 嘿 我听说你借人就下跪 是真的吗 别在意那些嘲讽 我倒觉得挺好啊 自己出了阳相 让别人快乐了 这不挺好的 这年头 说不定越没用的技能 最后越有人喜欢呢 听了这么久的BB叨叨终于上岸了 这个地方叫做旋转之门 本来是用来竞选偶像的 但是却出现了点意外状况 我们现在要打boss吗 链刀是作者 这不是作者 这是枪 我们都叫他姐姐 他是个bug 他一跟你说话 游戏就并断结束了 这也能是bug 将文后bug不能成绩吧 是高级bug 是高级bug 他是不是给你们选项 让你们结束游戏 这家伙太杀人了 我先躲一步 哎呀 没想到吧 我根本就不是什么作者 敲上一张 你们被骗的那个灯样 可是饿死我了 作者是个男的 而我的配音是个女生 你们走脑子吗 啊 今天把老头照给你算算 哈哈哈哈 少个老头怎么来 啊 怎么了 怎么了 缺一个臭鸡蛋 就不做草子糕了吗 我身上的每个代码 都是为了让这游戏结束 上张没骗了你 这一张 就直接战斗解决吧 另外顺便告诉你们个常识 我们最擅长的 就是自我复制 只要有一个 就有好几个 这个妹子的名字叫姐姐 是这个游戏的bug 目的就是让游戏结束 上一张的boss 其实就是这个家伙变的 可恶啊 游戏怎么能这么简单的结束 不过由于这个游戏的难度 其实是很休闲的 所以其实还是比较轻松的 干掉了多重分身术的结解 再往岛屿的深处走 我们就来到了旋转桌地炮村 这个小村庄里面还有彩虹 现在看上去非常漂亮 但是之后可不一样了 如果准备好了 就可以来参加沙雕赢2098的选拔大赛 那么沙雕赢选拔大赛究竟有多沙雕?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来选拔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来 全世界上有点 感谢观看